強積金推行至今一直因收費高,回報低,遭人批評 積金局委託顧問公司針對降低強積金收費進行研究 預計報告會在下個星期公布 積金局主席胡鴻玉說 現行制度存在結構性問題,需要進行大改革 認為減化系統將程序電子化有助減低收費 大家都知道現在系統是非常複雜的 所以大家會覺得很多時候效率不太高 或者價錢會高了 信託人和大家大眾考慮幾個問題 包括戶口,大家可否看一看,減少一些 因為我們知道有些朋友的戶口可以多到九個十個 變成到處找尋這些戶口已經是一種困難 同時我們也會看有哪些行政上 日後可否用電子的方法來處理 至於會否推行公共信託人制度 由金管局包攬行政服務加強市民信心 胡鴻玉就說未有定案 我們想找尋有沒有一個非謀利或低謀利的機構 可以做一些比較低價、穩定的產品 但不一定是公共信託人也不一定是政府要做 因為在其他地方我們也有些例子 譬如在澳洲它是用工會來做的 當然是相當困難 因為你要發展得很成熟 有這樣的行業的人才才能做到 他強調強積金是根據法例制定的公共政策 保障市民退休生活 政府監管並不是干預自由市場 香港昏文電視記者 易奕賢報道 準備好業比如說 您可以做功夫 大家會做功夫 不厲害 是